我們特別注意 剛剛我寫完的程式雲端上面我有放 然後我把它分成幾個步驟 這個是先處理第三列的 再處理加上4J的回圈 再加上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單選裡面只有一個選項 那就不處理就跳過 不插入列 然後還有就是反向回圈 反向回圈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step減1 反向 另外我程式加 新加進來的 我有把它用那個黃色的底色 有沒有 你應該這樣就離不了了 像程式真的沒有幾行 但是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每個地方你都要是完全理解的 而且說真的 我們這些人以前都交過吧 好像沒有 好像U棒也交過 有沒有都交過 有沒有哪個地方看不懂的 應該沒有吧 OK 可是你會發現 那個效果真的就不一樣 OK 有一個地方比較不一樣 這個range range裡面 之前我們是放個字串 有沒有 那這邊是放兩個儲存格 中間加逗點 這種寫法 我是覺得在這邊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精簡的 當然你可不可以寫成另外一種寫法也可以啊 只是說另外一種寫法變成你要把那個I串在裡面 也可以寫得出來 OK 兩邊可以參照 我是覺得這邊應該寫這種方法應該會比較簡單一些一些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跑完之後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最後還要刪除原始裂 什麼原始裂呢 因為我們做完之後會有一個問題 把它執行 它也開始跑了 OK 不過像這種寫完的程式 資料量越大 你會越有成就感 對它一直跑 沒關係 你去泡杯咖啡 你去跟人家聊個天 回來事情就做完了 OK 有個地方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它的原始 原始資料都還在 有沒有 應該是說什麼 做完之後 那這一列就不能存在了 所以應該怎麼樣 在程式裡面再多加一行就好 當我把這三列印射完之後 那就把原來的那一列給刪掉了 那程式應該寫在哪裡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寫的方法 特別一樣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寫哪邊的話 你可以什麼 足行跑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建議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寫哪邊 你按F8 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新增過來了 0 0 圈圈 OK 它有兩個 然後最後的話呢 它跑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 那NAS 因為它追 這個U棒等於1 所以它跑0 再跑1 跑兩次 它就離開了 所以呢 它跑到哪裡呢 4NAS 跑完了它就沒事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什麼 它跑到這裡有沒有 應該還要在這個地方 NAS 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複製完之後了 NAS就是複製完了 下一行 要多寫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就是把那一列給刪掉 那一列第幾列 第28列有沒有 那第28列現在是多少 剛好就I嘛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28列給刪掉的話 那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 落實有沒有 那一列要刪掉 哪一列呢 剛好就I列 就那一列 刪除的話呢 後面加什麼 點什麼 刪除 就刪除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移到上面 讓它跑一下 那看看它會不會把這一列給刪掉 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呢 加了這一列 那我們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反正以後呢 不管是弱物件 以後工作表的物件也有點刪除 也是刪除 所以很多地方啦 反正刪除就點點點扯就對了 OK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 特別小心就刪除之後 跟音色之後 會造成它的列的順序 會多一或少一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是反向 反向 所以呢不會影響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是先28嘛 刪掉28之後它再處理27啊 可是你刪掉28 27的位置不會變啊 不會影響 所以我們把這個執行一下 OK 執行 你會發現 有沒有28還在嗎 不在了 有沒有 就被我刪掉了有沒有 OK 那這樣來的話呢就next就處理27的了 27的話呢就是這個 27就里 里圈圈 有沒有27嘛 所以其他路一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 它還是一樣 跑跑跑跑 全部跑完了 跑完來檢查一下 減圈圈 有沒有 減圈圈的內列也會刪掉 所以也就是最後啦 其實只要多加一行 就是Rose 刮火 DI列 點 Delete 記得寫的位置要寫在哪裡呢 記得要寫在這個4J回圈裡面的next的下一行 你不能寫錯位置 你不能寫在回圈裡面 如果你寫在回圈裡面 它就一直刪一刪一刪一刪 2828 那等於你 音色的就被刪掉了 那等於又白做了 OK 所以特別是一定要寫在next 當這個回圈 事情處理完之後 就幫我把原始的內列給刪掉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其實說真的 這是方法一 其實後來 之前我要寫另外一個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最後不刪除 那我直接拿原來那個位置把它蓋過去 也可以喔 所以我在雲端上還有分享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123 另外方法二是 我是直接把那個就放在那個上面 那我就不另外再音色多 我覺得第一次不音色 只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或者第二次以後的才音色喔 OK 那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刪除 有沒有 所以這個寫法結果也是一模一樣 那只是差別這個寫法不用刪除列 OK 那只是邏輯跑的不一樣 給各位參考 這兩個程式寫完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有方法一有方法二 OK 差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4J裡面會從1開始 而不是從0開始 OK 外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這一題的話 步驟都還蠻詳細的在雲端上面 只是說呢 我還沒有時間加上註解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請各位自行在那個程式上方 自己再加上註解 最好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找一本那個筆記本 然後把一些故作 也稍微再整理一下 甚至之前有同學 就類似像 用我類似的方法 把他的筆記放雲端 然後呢 就把我上課的影片 有一些重要他可能不太懂 他就把它照相 然後把它貼到他的筆記裡面 確保說有些地方 將來回想 馬上看那個畫面 不用說從影片又從頭再看一遍 那也是個方法 反正用什麼方法去整理 剛剛所講的每一行程式的每一個動作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咀嚼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工作裡面蠻多類似的事情 就可以很快的迎刃而解 因為我這種東西會寫太多了 所以有的時候我只要知道說 你到底要做什麼 我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那個所有的程式 一下子全部寫好 哪怕是幾百萬筆資料 通通在瞬間 全部就完成了 OK 如果說用人工來處理的話 那不得了 要處理到 可能處理 找很多人 很多天都會電腦處理的完 那當然電腦它的專長就是它 處理這種重複性的大量的資料 那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只是說困難的點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把一些剛剛我們的這些處理流程 如何轉換成程式 並且可以讓大家很順利的就可以把結果跑出來 並且正確 這件事情導致需要下一點功夫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好 好